日前一名阳性男子前往捷安乡 护证事务所为儿子办理护籍登记时 希望以阿美族的子妇联名方式处理 却遭到护证人员的刁难以及羞辱 当时护证人员以父亲不计原名身份为由 拒绝受理申请 甚至说出歧视性语言 他说你们在坚持什么 取名字不管叫什么 你们就是要拿身份就是要拿博助 我就拍桌子 我就跟他讲说你再说一次 我说汉人都可以为了就是 那个寿司的那个鲑鱼 都可以改名字叫做陈鲑鱼 林鲑鱼 刘鲑鱼 为什么我们为了要给小孩子祝福 要帮他命名 还要被护证事务所这样限制 遭受到这样的对待 而且是在原乡地区的花莲县 让羊姓男子难以接受 甚至认为被剥夺宪法赋予的姓名权 批评该护证单位不尊重原民传统文化灌赎 希望让他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他爸爸叫什么 遇到这件事情我其实是很难过 我们希望可以让他有一个祝福 但是我们却因为这样子被打压 我觉得在一个原住民大县花莲县 遇到这件事情我真的是匪夷所思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云音信箱 多声后开始起废 后续记者致电吉安箱护证事务所 并且亲自前往该处 但是却没有得到正面回应 而职业律师也指出 回复原民传统姓名 也是历史转型正义的一环 不应该把优惠政策 福利补助等思考来混为一谈 强烈建议原民会 护证师等相关部会 应该要尽快订定申办流程 以及配套措施 让基层的公务员有机可循 进而完善保障 原民身份及传统姓名 对于相关的这些机关 应该要及时的 赶快去做一些教育 甚至做宣打 并且制定出完整的SOP作业 可以让政府机关人员 有益可循 然后让族人的身份 可以获得保障 而现判治第四号判决 在111年公布之后 原民身份法以及姓名条例 也展开大幅度的修法 分别在去年12月18号 以及今年的5月14号 三读通过 而本次的争议 也让修订法条的内容 上路之后的实施状况 受到关注 此外如果在行政机关 申办事项的过程中 受到刁难 或是歧视性的举动的话 可以寻求检举管道 来陈述当时的状况 但是涉及人格上的侮辱字眼 就可能触犯诽谤 或是公然侮辱等嫌疑 可以寻求法律管道 女士新闻杂料 Biz 华联街 华联市采访报道